大家好 这是苹果XR 今天去市场淘了一些这个二手的苹果XR 有粉丝要 之前去的话是想着 淘几台韩版的因为韩版的这种苹果XR的话 价格便宜 又同样是三网的 现在不管什么版本XR以上的都是三网咯 最近的手机价格都有一点上涨 特别是苹果XR还有10亿以上的机型 还有苹果十二全新的机型 价格都有一点上调 可能是最近没什么货 今天拿的是日版的 日版也是三网的 然后日版的机器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屏幕 他都那边都贴膜的所以 撕开的话屏幕都很新 都没有刮痕的 但是美版的话屏幕就很花 日版机器的话 整体看起来 就非常的干净感觉 没有 太大的就有很多划伤啊 像美版的话总体来说外观就比较旧了 然后呢这款是 日版也是单卡的哦 但是可以用相同的 换成 双卡卡座 打开一台来看一下 里面的主板呢 都是非常的漂亮哦 这里的话我换了这个双卡 就三个螺丝 一个卡座来的 所以这个 换这个其实也 没什么影响哦 后续 使用的话完全是正常的 很多人说怕手机拆了不好 像有些人还是不喜欢说拆过就觉得拆过它 是不好的 其实像这种的话只是换个卡座也是没什么影响哦 如果说 借以这个防水问题的话可以重新加一个防水胶也是非常的完美哦 像某某平台交易的话他们就是 工程师都会把这个后盖打开 看有没有修过之类的哦 如果你不打开的话里面的话具体是检测不到的 所以 一来的话可以换个双卡 二来可以 就说 看一下里面 到底有没有修过 换过零件 然后这个是原装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沙漏燕机哦 这沙漏燕机也是百分百的 有人说沙漏比艾斯准确率更高 我感觉都一样哦 我自己用XR也是用外版的 我觉得外版跟国航的话基本是 没有什么区别 更没有别人说的信号有区别 主要的话是手机是原装的是吧 又不是原装 即使国航修过 你也是没用是吧 然后看一下这边是苹果叉哦 这苹果叉的机型我就不怎么喜欢了 他主要是 发热然后呢电池不耐用 他因为是双层主板了比较发热 我还是喜欢这个苹果叉啊 他的电池比较耐电然后呢又不发热 主要是 用起来的话手感也不差 这个屏幕的话 我感觉都差不多吧 跟苹果叉的对比的话 苹果叉的价格256的跟苹果叉128的 他们的价格是相差不了多少的 而且苹果叉有时候还便宜一点 就是这两款机给你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哪一款机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啊 好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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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